周末假日若能走在一段风景优美 无车辆干扰的步道上 心情舒适惬意 那是金钱都无法买到的享受 不用怀疑 这样的景致其实就在我们的身旁 尤其是这条风景特优的步道 更是两位蒋总统所精心挑选的 眼光自然不用多说 那就是全长1.4公里的北投泉源路段 公民记者谢明海带着大家 导游这条美景大道 沿路枝叶浮书空气清新 走在这条道路让人心旷沉移 忘却烦恼 全沿路有上下两段 下段车辆通行 上段则较少人之道 若能在周六假日改成专区步道 就可让大家共享北投之美 北投全沿路正是一段 适合作为休闲散步 全家出游 共享天伦之乐的优胜美丽 公民记者也促请台北市政府 做个妥善规划 让这段全长1.4公里的路段 能成为大家流连忘返的假日故道 公民记者单车小贤 骑着车来到余宁县口湖乡湖村 这次他关注的是湖口湿地 更注意到地平线下线 对当地的冲击 1986年伟恩台风来袭时 第一线的道路加上大量海水倒灌 成了一片湖泊 造就了湖口湿地 湖口湿地外有沙洲 人为干扰少 食物供给多 成为重要的鸟类栖息地 也更适合单车骑乘自由通缉 许多建筑物现在都陷入在湿地当中 人类过往的烂肯烂乏 让云林的地平线 以每年9公分的速度持续下线 地平线的杯葛 只要人们没有放弃 这一片土地仍然充满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